大家好,咱们上这个牛圈来,我有一个那个秃头牛,后边奶胖那块儿出浓了,有点儿,他们说是起那个火阶子啥,不知道,然后找两个哥哥来,过来帮忙整整来,给他抹抹药,上上药,然后都躺浓了,种个大硬嘎的那块儿,要是别的牛顶的呀,还是长火阶子,也不知道啊,给他上上药吧,上上消炎药啥的。 啊,就他,后边那个,起个大冬猫啊,对,就他,啊,坏了吗这个,好像个火阶子似的啊,老是这家伙,刚才给他打了打药,给他削了削炎,得整好一天呢,这家伙的,来,给他哥哥上看,这家伙得遭罪了,给他几川那么多农了呀, 刚才找一帮人,刚才帮了,把牛刚整完,回来了,家冻得,今天气温太低了,太冷了,还挂着要风,冻得脸痛哼啊,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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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牛,前两天我就发现,他这个,呃,就后,后奶胖那块,就有点,硬,硬,硬啊的,但是他没坏呀,然后,这两天还是躺浓了,他烂出来一个小口,一个一个小眼,所以那里边往外躺浓, 嗯,这不给他制止不行啊,这家伙给他制止,给他上点药啥的,嗯,得连上几天药吧,嗯,那个大夫也告诉,兽医也告诉,让他连上几天药,给他上几天药,慢慢就能消消消去,應該 我这头一年养牛 也不懂啊 啥也不懂 这回有这几个哥哥 他们都是老养牛人了 养了挺多年了 会给他整整啥的 因为这个大生后这玩意 不好摆动了这玩意 这还太难整了 这几个哥哥都有经验 比较有经验点 让他们帮忙给处理处理 这干啥都没有容易的呀 这个养牛这东西也是 都是靠时间积累 慢慢摸索这前进的 这样是没有这个 这些老的养殖户 这几个哥哥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整 因为我们这 跟前也没有啥 兽益啥的 还得从县城往回找兽益 找兽益来的话 一趟就得不少费用了 好了朋友们 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谢谢朋友们的一路支持 咱们下期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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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